这几天呢是高兴啊 各位男兄男弟啊 真是高兴的喝不拢嘴巴啊 高兴的这个满口的这个黑牙齿都暴露出来了啊 黑牙齿 很高兴啊 因为关于包子里滚粗的石操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啊 太多了 已经是不管不顾了 对吧 完全是兜不住了 昨天我讲了一期啊 说包子里啊 在这个宣传口笔杆子这方面的权利也旁落也被拿掉了 其实这个消息是蛮准确的啊 所以有人就放出这个谁 北京日报啊 这个头版的这个方正 头版的内容 讲了两天 哎 挺有意思啊 很聪明的 有些人很聪明的啊 因为中国就那么点事 共产党就那么点事 你稍微 稍微注意点你能看出一二三 说的是这个北京日报啊 这个头天啊 头条 还搞了一个什么呢 习近平致信 祝贺 中国新闻社建设70周年啊 昨天讲错了 说是50周年 70周年 啊 完了以后呢 哎 致信祝贺 昨天我们说了嘛 是 的确有有有写了一封信 人没到 不仅是人没到 现场呢 也也读了 但是呢 这个书记是书记啊 我昨天说错了 说的是政治救委员 统战部的部长 书记是书记 由权 是吧 由部长 由力部长 没有去亲自宣读这个习主席的信 而是找了一个习主席的小三 来宣布的 一女的读了一遍 你不觉得挺搞笑吗 哎 没想到这个北京日报呢 还还还捡了一个大便宜 做了一个头条的报道 然后仅仅过了一天啊 第二天 人们就发现这个北京日报啊 头条就整个就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什么 习包子的半个字 哎呀 你仔细看啊 第一条是示威理能学习中心小组 学习这个扩大会议 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讲座 跟习包子没关系 暴演是什么呢 首批七大项目启动 街榜挂帅 是不是 其他的都没有 大新机场 西区建设 运河畔 首都西大门 哎 跟习包子 没关系都没有 你才过了一天 你应该继续在头条 放个习主席的消息啊 所以有人就说 这北京日报也不行了啊 北京日报怎么不继续舔呢 舔包啊 吹包啊 两个维护啊 维啊 维一尊啊 怎么就歇了呢 为什么有人要听不听 北京日报看呢 北京日报是中共的这个毛粉里面的最坚实的 也是最持久的 也是最不思悔改的毛粉大本羊 北京日报是挺习的大本羊 北京日报是中国的五毛的大本羊 北京日报是真是从上个世纪改开的时候开始我们都知道北京日报这个地方是真是臭不可闻的那是最顽固的这么一个地方 真的无论风云怎么变换北京日报从来不改旗帜都是挺谋的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 所以北京日报居然都不舔包了这个消息很有意思的啊 这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我们说过我们做这个节目呀更多的还是要造谣传谣 因为你看得见没什么意思吗是不是 大家也没什么兴趣这是其一其二的话 看得见的都是一些不封着隐 都是一些分析没有实操 你说是不是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看不见的 但是非常正常 真实谣言 造谣传谣 包子里有团队的嘛 就那么几个人嘛 西包子自己 立战书是他的铁杆的 就是如果说只有一个盟友的话 那一定是立战书不可能是别人 本来他是三驾马车啊 我们说过无数次了 包子里 立战书 王岐山 王岐山这个人呢 早就已经跟他拜拜了啊 所以你会发现王岐山真是 哎呀 要说深将是脑子了 还是王岐山流畅 立战书这个人是没什么文化的啊 他就一通死挺 对吧 所以立战书我们都知道 他在这个什么 俄罗斯 哎呦不好意思啊 出访的时候讲错话了 是不是 什么测印 什么意思呢 出发之前根本就没有这样说法 好不好 像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人出访 你讲什么不讲什么 都是事先规定好的 不管是谁 就哪怕你丁小平出访 你出去讲什么 你都是事先规定好的 所以有些人嘲笑习包子 在国际的重大的会议场场上面 人家问他问题 哎不行 我在看我的口袋里面 我的秘书给我搞的小纸条 然后笑他 说他是个傻逼 其实不见得的 说明习包子讲政治 担心说错话 那他担心什么呢 他都那么牛了 你是不是很多人就是思考问题 他不多想几遍 都笑习包子没有文化 怎么不能够口弱 什么什么什么 松下裤袋子呢 是不是 自由发挥呗 那为什么呢 口弱悬河呗 喷呗 像苏老师一样喷呗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的脊背不够 你喷了也就无所谓 谁把你当回事 到了习主席这个地位 不能说错话的 是吧 大家都说习主席没有文化 不能够现场发挥不能够记心演讲 真没才华 你看新苏的出口成章 满嘴跑风 是不是天难地位 扯的是天选帝皇 多牛逼啊 都笑他没文化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得想 他为什么怕说错话呢 他怕谁呢 这个东西你这样一想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思路一下子就拖宽了那么一丢丢呢 是不是他怕谁呢 老子已经是一尊 是不是我干什么都有道理 你看毛泽东 老子不刷牙就不刷牙 全国人民都不刷牙 是不是老子不惜了就不惜了 全国人民都不惜了 全国的妇女 如果你没有服科病 说明你对你的老公不忠诚 是吧 毛主席这么干的呀 毛主席这个叫做什么爱吃红烧肉 全国的老百姓都爱吃红烧肉 对吧 都是那天讲了一个什么天神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再显风 哎呦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是这种诗歌自念 然后我分析了一下是赞美江青的身材好 舒服 很多人还觉得我是不是解的太太邪乎了 根本就不是好不好 大家都高兴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习近平他还是有所忌惮的 他怕他怕说错话怕谁呢 那一背后一定还有一种力量比他牛逼 否则他怕什么呢 是不是 那些毛泽东多牛逼啊 老子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不是 老子又是和尚打伞 是吧 无法无天 是吧 老子又是红太阳 老子又是真理 是不是 与天都喜乐无穷 与人都喜乐无穷 那才是真正的山大王 你席包子不行 胖 说了半天都没说正题 就说这个栗战书啊 他说错话了 他为什么要用侧引这个词呢 说这个他出去的时候 人大中办这种出访的事情都是中办统一管理的 根本也没有这样的话 说错话了 所以说错话了以后 他回来那是要交账的 那是要被审判的 说这个栗战书一回来就遭扣押了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栗战书早就回来了吗 一点消息都没有 人呢去哪里呢 是不是 一点消息都没有 最近吃这么多事 你见过栗战书半个消息吗 没有 应该说你回国以后 栗战书回国 首先低调行完 在机场回来了 是不是 谁去应接他 参加什么常委的会议 各种事多了个去了 是不是 或者是人大开什么会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可靠消息啊 真不是谣言 如果说这个西包子被软禁是有可能是谣言 这是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逆战书回国以后被扣押 不是软禁直接扣押 说他家根本就没回北京 现在在外地呢 在哪儿说在沈阳 在沈阳老老实是呆在那儿不准他回北京 而且在沈阳被当地的部队给扣押了 逆战书就这么惨 说错话了呀 一同搞啊 你不想想你就是村支部书记的水平吗 村长的水平 你胡说什么叫侧应啊 为什么元老派终于要动手了 就是逆战书你说要侧应俄罗斯 你普京到了出访的 你西包子出访的以后 也说他是怎么说的啊 我听听北京的人 他们给我说的啊 说再给习主席 他就一个条件 他也不想当什么总书记 也不想当国家主席 他就说你给我一个条件 你满足我 让我再干两年军委主席 完了以后呢 就当着这个普京的面 说你不要再磨磨叽叽了 你使劲的 动点真功夫 完了以后 直接赶紧把乌克兰摆平 就这个意思 完了以后我在南方呢 我就再摆平台湾 然后我们就把事就搞起来了 所以我回去以后 我肯定还能任两年的军委主席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实现我们的人类大业 就等于是责怪了普京 说你磨磨叽叽搞了这么久 连个小小的乌克兰都打不 打不搞不定不行 你这是放大招 就这个意思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中办 为什么这个元老派气了 说你妈的 首先第一 你的军委主席到底能不能干两年 还没有最后定 是吧 你就放话 第二 你让俄罗斯搞什么呢 大招是什么呢 那就放核武器 所以你最近发现 俄罗斯话说的很狠狠的 我要放核武器 是不是 我要我的有些个武器 比你欧盟 比你这个北约 比你美国牛逼的多 真的 他说到习近平的蛊惑 这个东西 然后加上栗战书的侧印 等导致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 一个这么一个战争的爆发的前沿 这帮脑子都急死了 好不容易吃吃喝喝 吃喝瓢都搞了这么多年 你细胞子把这个国家搞乱了 你有这么大的实力吗 你最后你不外乎 就是放几个原子弹吗 你放人家10颗 人家放100颗 你还是死 你死了 你中国人死光了 人家还有一半的人没死 你搞这些事情干嘛呢 就这个意思 他们把力战书 直接给扣押在沈阳 这个东西也是有前科的 我们都知道啊 赵紫阳搞的时候 全国人大的委员长说万里 万里当时是访美国 然后邓小平就是 首先是第一是提前让万里回来 回来以后就没让他飞机 降落北京 而是直接降在上海 然后在上海关了他多久啊 关了他两个月 后来北京这边六四 完全平定了 这个邓小平都接近了 这个所谓的首都的卫视了 是吧 彭丽媛都唱歌了 对吧 然后才让这个万里 从上海回到北京 这是有 中共有前科的 所以力战书遭扣呀 这是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用怀疑 不耳遥远 谢谢